國際關注時機真的很重要 不要說國際新聞 只是說香港新聞 我當你要推出三跑 明日大雨 如果當天就是許智安偷食王心榮那件事 基本上就沒有人會留意到明日大雨 你要硬過的話 而同樣地 今天剛才我看《朝日新聞》 看見了胡志偉 看見了,算是成功了 看見了 國際戰線 看見了十多秒 十多秒這麼多? 兩三秒一個鏡頭 十多秒 之前那期對香港的報導 我曾經在《風中三指導》也分享過 長至15分鐘 短至至五六分鐘 專題 而是否專題 而是真的會 因為那天沒什麼新聞播 要不然就是 神內村縣有個女人 無緣無故被人堆壞了 這些對於 其實就是代表沒什麼新聞 所以就報這些 就是沒什麼新聞報的時候 就找國際新聞說說 所以就會有專訪周庭 或者說香港當日 有時候很少事他們都會報 因為沒什麼好報 但是今天這個時機 喂,比我都說 拜登、川普那些事情 比我都說 第三波疫情 今天是日本破紀錄 全日本都破紀錄 有數字 1600單 這些事情 人們會關心 自然就不會理會民主派總辭 民主派總辭 是香港歷史上從來沒出現過的 其實是可以很大聲勢的 如果你捉過時機捉得好的話 但是今天 在出現十幾秒的時候 就是 是怎樣出現的 為什麼會有民主派總辭 這個新聞出現 是本身報 菅義偉打電話 祝賀拜登 然後 報報一下 就說 拜登 國際都想跟拜登 好像想建立關係 於是 連香港現在都有 那個不是很熟 香港的分析員 我猜就是一般的 總統分析員 什麼國際新聞都找他說兩句 他有多精 他就說 我推測 今次香港民主派 這個突然間總辭的原因 就是因為想得到 吸引拜登的注意力 嘩 我第一次聽到他說這句 沒事啊 第一 沒那麼高啊 不過 又反過來想 我肯來 可能就是 當特朗普和拜登 在選總統 現在還在說點票 大家全世界都在關心 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 林鄭及其政府 DQ四個公民黨議員 就猜你全世界都不是很 關心香港的時候 我就DQ你 這些就是高招 不過 但是林鄭有沒有那麼高 我就誠意 打個問號 對不對 那不是林鄭 她不是下命 現在是全國人大常委決定 對吧 他們那邊就一直看著形勢 過幾兩個月前 還是特朗普的大好形勢 你不主動去總辭的時候 你突然一個月後總辭 然後之前說的論點 那些 那有個論點就是 那是時候就要讀梁家傑那篇文 為什麼 因為我都是看完 之後才明白 難怪你要總辭 用心良苦 那我讀了 我 不用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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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郭榮鏗議員 那是 哦 去美國 但是這兩個沒有 譚文豪頂東 開飛機機飛到美國 郭嘉琪又沒有 為什麼會 一個就DQ 一個就不DQ 實在 就真的要政府 羅列出證據 郭嘉琪怎樣通過 通過賣國 而飛機師就沒有 哦 老夫子說的 內人尋味 哈哈 或者這些是 即是 高招來的 即是反間計 你整隊 裡面四個 我DQ三個 DQ剩一個 那會就說 為什麼不DQ他 不DQ他 你是不是收共產黨的錢 經常很喜歡說這句 所以有位姓鄭的 泛民議員 正正 現在還留在立法會那個 你不要想誰 不是阿塞 說泛民已經錯過了 即是他為什麼繼續留在立法會 就說現在泛民其實已經錯過了 總辭的時機 所以 最好的時機 所以我就留在這裏 這個邏輯 我真的聽完之後 就是 這些語言藝術都是規矩 如果用同樣的邏輯 我 離開納稅黨的 最好的時機 已經錯失了 所以現在我繼續留在納稅黨 協助逃遊 即是跟這個邏輯差不多 是啊 對不對 最好的時機過了 就不要做了 最好的時機 買六合彩 就已經過了 就不要買六合彩 下期就不要再買了 最好的時機 就辭職 就過了 我就不辭職 即是我繼續留在這裏 打工 最好的時機 買匯豐呢 30元就錯過了 但現在匯豐升到 31元 那我買不買好呢 是不是 不買 這個我理解到 是不是 我又信 我又 其實他什麼說詞 什麼解釋 我又不是這麼重視 即是 已經不再重要了 那麼他繼續留在這裏 我又不會覺得 要怪責 他又是不是鬼 其實 一個做得什麼 我又不是說他是鬼 我只不過是 拿他的邏輯來 演練一下 讓聽眾了解 什麼叫做邏輯 即是假假的都 讀過大學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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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的學 是不是 應該很有邏輯思維 對不對 但最好的時機已經錯過了 所以我繼續留在這裏 這個真是 如果用買股票的邏輯 就應該死定了 對於他 對於他 用什麼邏輯去解釋 我覺得 沒什麼所謂 最終就是 他現在坐在這裏 那 都沒什麼所謂 我都覺得 已經是不重要的 這件事 所以聽到 讀到梁家傑的尾 我又會 有些 為何會解釋 有快 你讀到尾 你讀了第一段 好 第二段 你讀了五分 也不夠 不是 我們拉到11點 好像以前中文科的文章 讀完第一段 老師都會這樣 會解讀的 這一段的段落大意是什麼 寫作背景 創作背景是什麼 對了 剛剛的段落大意是什麼 就是四位議員要共同進退 意味著民主派 會撤出已經被建制派 全面操縱的議會 啊 是啊 閱讀理解 看頭一句和尾一句 還可以 而且第一段 最最後那段 哈哈哈 真的是這樣 英文叫做 題詞 通常每一句第一句 好了 第二段 自民主派議員 在九月延任起 社會一定有很多的爭議 是不是爭議 也是 我們明白 不論支持或者反對延任 都有很強勁的理據 嗯 嗯 OK OK 但當民主派議員 決定延任之後 民主派議員 一直盡心盡力 好像有 投錯票那些 是嗎 投給梁美芬的 還是投給何君 對 不要緊 都是盡心盡力投的 都已經給了很多 允許 希望可以阻擋出現的惡法 包括境外投票法案等等 怎麼阻止呢 你也不夠票的 立法會服務 不好意思 最應該阻止 國安法阻止不了 大哥 你現在有剪報 哪能抓到報 還有國安法 整把刀放在你的頸上 怎麼抓 對 時勢亦都已經不同了 這個就是 好 先讀完 所以立法會 復會 各樣 只有短短一個月時間 已經令到政權案內不住了 好像強姦案即將發生 要再一次展現出醜陋的面目 是否即是言下之意 一個多月 泛民做了很多事情 令到777政府案內不住 終於露出她的真面目 是 那又是那句 某會好像三次 某個多月 某會三次 不停點名 是 出現醜陋的面目 所以今天又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黑暗了很多次 你現在才知道黑暗嗎 大哥 反映民主派議員 確實對政權造成阻礙 這個讓阿彭發揮 我就是 阻礙我就是問 阻礙還阻礙 就是你 就是我踢球的 我後面都已經很努力 阻礙阿美斯扭過幾個後櫃 射門 不過最終我們都是慘 慘敗10比0 對不起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 段落大議又出現了 這個真的要說 只可惜政府在DQ四位議員之後 就已經喪失了三分之一的否決權 是我們大班經常說的很重要的事情 喪失三分之一的否決權 即使餘下議員繼續留在議會抗爭 也都只會被建制派以各種堆砌出來的理由 解除他們的議員職務 如果這個喪失三分之一的否決權 我們可以用澳門的立法會 德國屬於澳門是不是有幾個花瓶的民主派 即是 他們只有三四票 如果其中一個不做 就算比例 它是喪失了三分之一 兩個不做 就喪失了三分之一 三個不做 就喪失了全部的否決權 不過他們這個叫做否決權 在立法會那裡是沒有差用的 是啊 對不對 就是玩這些語言藝術 那德國有什麼看法 對於第二段的段落大二 沒有了三分之一的否決權 第二段的沒有了否決權 即是留任 即是那十九個留任 就沒有了否決權 即是沒有了四個了 即是更加沒有用了 那都 都不是一個總辭的理由來的 不用寫那麼多 總之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 即是永遠都是simple is the best 你寫來又有這個藉口 又有這個藉口 加上十幾個藉口 哪個藉口最重要 哪個藉口 藉口即是理由 哪個藉口即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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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不是寫論文 不是拉布 你簡單單單 說我們齊上齊落 我不信 超理DQ我四個 嗯 不可能DQ我四個的 我們全部 不可能DQ 我問什麼關鍵否決權 誰知道什麼是關鍵否決權 如果不是《風中三子》這些節目 真的沒有人會認真去 為了拉布去看他整段東西 喂 喂 每天放鬆又播香港 林卓廷 現在正在做林卓廷 每天放鬆 將他那個林鄭禍說 每天都在說 每天都在說 那些將來怎麼辦 是啊 那個Banner 他拿了出來 是啊 那沒有的 就是說 你說什麼 三分之一的否決權沒有了 那我就去問 你有三分之一否決權的時候 國安法都通過了 是啊 一言驚醒 是啊 你有三分之一否決權 那為什麼國安法會通過了呢 哦 他說 他不屬於三分之一否決權 要那個門檻的法 那三分之一是要政制改革的 要分開功能組別 還是直選投票 那樣的 這些 是政制方面一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但是這個也不是一個重要的 你爽失了否決權 那你否決權 你即是沒有否決權 即是明日戴嶼就會上了 但是你現在整個 即是全部任他醜陋的嘴臉 任他想說玩什麼就玩什麼 在這一年半載當中 玩什麼就玩什麼 因為以我的認知呢 如果是議員提出的議案 就要分組投票 兩邊都要過半數 才能夠通過議員的議案 但是政府的就不用 政府是一堆個 對 就一堆個七十個這樣投票 政府提的議案 就凡文一定輸定 而議員提的私人草案 也是輸定的 因為通常就輸 是輸在功能組別那裡投票 功能組別 所以誰都輸 但直選就可以補決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 是的 他就想用這些直選的票數 凡文主派 是多過議員 多過建制派 是的 所以當時建制派 仍然有辦法商量的時候 大家的議案會有點妥協 如果你不否決我這個 那你建制派提的私人草案 我們便鬆點手 還是要有合作的機會 但是現在沒有了 自從DQ了梁柔 或者小麗那些之後 其實都沒有了這個 所謂直選那邊 是不是 我不是百分之百 我對我論證 這些都不熟 都可以 都可以 長毛 教授 都還是多過別人 我們還是多過別人 即是在地區直選 我們還是多的 在播放胡志偉 這裡每天放鬆 然後 我家一路以來 我一路以來 覺得什麼為否決權 我覺得立法會否決權 我長期感覺不到 自從那些高鐵 高鐵不停過 三跑不停過 我感覺不到否決權 追加撥款 追加撥款 那些不停撥 什麼叫為自由否決權 那是政府提出來的議案 政府提出來的議案 根據周鵬的理解 就是全部人一起計算 全部人一起計算 你怎麼救別人多呢 嗯 那就是了 所以從日一開始 我覺得我追求 我作為我這個香港小市民的 追求的否決權 是不存在的 你只是否決到一些很大的 很大的精制 是啊 去救姜真明的 但政府照提出來的 你不是一直去審議拉布 到最終投票的時候 你死亂了 好像高鐵 好像其他等等 那些重大事 結果就是過了 還有我記得政府撥款的那些 很久之前我記得 劉慧卿說過 立法會這麼多事務委員會裡面 其中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財務委員會 因為這是把關那些錢怎麼用 那時候還是港英時代 或者老董年代 好像還是泛民 還是有些話事權的 可以坐著主席或副主席的位置 好像卿姐都做了很多屆 現在很多人都在財務委員會裡面 建制派一舉手 你什麼撥款都通過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先打頭盔 什麼叫做否決權 就是在聯合國的安理會那裡 四個國家都說 要譴責那裡 以色列炸炸炸 我普京反對 對 對 這些就叫做否決權 對 我一個不妥 我不准你這樣做 就不准你這樣做 對 但是 現在又沒有這件事 一向政制本身已經是傾斜 不公道 有功能組別 再不得 現在又不斷被人這樣 一步一步踩上心口 然後你明天跟他說 想不到他這麼壞 今天才知道 想不到中共會出這麼壞 想不到 想不到中共會這麼不仁不義 我真的想不到 美斯總是用左腳推大位射軟柱 我真的想不到 真是 真是脆弱 剛剛電視說 黃碧雲他們那段 那個分析還有一件事 是中國政府現在說要透過美國政權空白 因為 川普和拜登未正式知道 所以都值得一讀 去了解一下他們究竟在想什麼 去到 其實有四段 剛剛讀了兩段 今節就讀第三段和第四段 香港已經進入前所未有的困難時代 我也知道 政權今次的做法 比過往的干預更進一步 落實所謂全面管治權 這些所謂這個字是大陸喜歡用的 那些什麼所謂的什麼民主 你們什麼都用所謂所謂 你也有這樣說 你也有這樣說 特別是強創外交部 狠批美國的那些 所謂 對 對 經常用這個字 唉 我都聽到有少少噁心反胃 原來所謂是這樣的 令到我噁心反胃 OK 沒有人知道香港的將來會是怎樣 嗯 對 到底還要走多久才能見到光明 作為有良知的香港人 面對暴政 我們不可以洩氣 要堅守良知 用這些口號我都會說 嗯 都可以 這樣要說 然後這堆就高了 似你 會引經據典 對不對 以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的說法 引哈維爾 就是 活在真相中 開括號 Living in truth 山括號 啊 這句有什麼解釋 活在真相中 哈維爾以我粗疏的了解 一個思想家 哲學家 加一個大文學家 學父 大做了總統 對 學父母居 那他在統領德 即捷克的時候 真是 真是大台 個個都給他面子 對不對 那 就是引用哈維爾 不是不行 都要 了解一下背景 對的 對的 其實第三段我覺得OK的 就是 要強行找位批判都不容易 因為他就說 當然在困難的時代 難免令人感到相當大壓力 我是認同的 其實 由這一段開始 所有東西 甚至有無力感 政權最希望就是看到我們垂頭喪氣 而最怕看到的就是 人們堅持真相 講真話 行公義 浩聯文D100 對 只要每一個香港人堅持講真話 梁家傑 就 呼應我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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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謊言已經是對政權很大的抗議 這個就是Leaving in truth的意思 即使我們的議員因為堅持為香港人講真話 而被打壓 亦一如郭榮鏗黨友 今天接受訪問時所說 我們只有光榮 絕無後悔 第三段完 嘩 中心思想是甚麼 鵬哥 完全掌握不到 我反而覺得 他應該要簡單一點 說 我現在痛定是痛 終於都明白到年輕人 以及 這個叫做 一些本土派 抗爭派 海外連結派 或者一個月之前說的甚麼 一個月之前 他們拒絕參與這個暴政的立法會選舉 他們搞連線 搞海外團結 不參與這個建制的遊戲 我現在終於明白 痛定思痛 我會呼籲泛民議員 要加入這些年輕人的行列 那就算了 其實很難的 很難的 這個是一個 假大空領袖的說法 去到最困難的暴政來到 我們一定要相信真相 講真話 你如果一個領袖 你應該提出一些方案 我們怎樣走 你現在說出悲哀 是啊 我們很傷心 很悲痛 很無力 怎麼辦 很無力 怎麼辦 上班就賺到錢 但是政府 永遠都是 強權壓制民主選舉 永遠都是那堆人 悲傷 誰人都知道 怎樣走下去 才是最重要 你作為一個政治領袖 一個大黨被人壓迫的大黨 他第四年會不會說怎樣走下去呢 啊 啊 德哥 完全提醒了 如果我寫這篇文章 下一步應該是怎樣 就是要有個方向 所以我們辭職的這十五位 立法會議員 將會每人擔任一個影子內閣 去監督十幾個政策局 各個的政務司司長等等 去看回他們每一個人怎樣做 哇 這就是一個提出的建議 其實 你們即是我 譚文豪 我負責看著運防局 天天抓著陳凡說什麼 我又講回同樣的 topic 講出我們民主派的意見 以後我們每天將會召開記者會 哪個官員走出來 你便想得很實在去做 我自己想 就是 Wars Mix 那個action是怎樣 我 身為公民黨主席 梁柏傑 我決定 參與國際戰線 以我大律師的資格 以我眾多人認識我的人面 我相信 更加能比起我的學生仔 那些什麼叫什麼 更加能引起國際關注 我決定 離開香港 去到美國 找拜登也好 找Donald Trump也好 一定要跟他們講述 香港現今 剛剛第三段所講的困境 用英文 我英文一定比死人德哥 一定來解釋清楚 整個香港的環節 是的 這些就是實際的建議 告訴別人你下一步怎麼做 當然你可以暗中做 但是告訴別人做 也起碼有些方向 知道 不是辭職之後 就辭職了 然後怎樣 不知道 跟各位市民一起被堅持 抗擾政權 抗擾政權 主要職 然後怎樣 然後死定了 下次如果你辭職 有人說你侮辱基本法 基本上別人委任你 你竟然辭職 他是威嚇特區政府 現在他的集體總裁 威嚇特區政府 犯國安法 是的 那你下次的15個 哪有得選 那些選舉指定 你根據你旺跡 你怎麼可能有得選 那不要再選 其實作為一個 就是要捕捉時代需要的 就是你以後不再選 公民黨你可以今天解散都可以 或者我們的黨 將會轉型 做些什麼什麼 我就記得 當年今天 就是孫中山的旦散 1866年11月12日 你這麼多日子都記得 是啊 我有病 這是病 這是病 哈哈哈 那一開始就有無數少少女受害 是啊 那因為 大家都說過孫大豹 但是當然了 現在有重新評價 那最低限度 孫中山是其中一個做實事的 就是他去了海外搞連線 又找些華僑 但是他都說過孫中山 是否最低限度 是否最低限度 做到事 現在就是空喊口號 做到空棍 對 就是喊口號 現在很慘 香港人很悲哀 你會不會去歐洲十九幾個國家 跟著去見他們的總理總統 你知道歐洲很多國家 其實是很歡迎香港人的 特別是捷克 波蘭 斯洛佛克 那些北歐國家 那些歐洲小國 你去見他 基本上他都不會說不 你說要見特朗普 拜登就可能麻煩些 但是你去見歐洲的國家 歐盟的國家都應該 有些機會 你還有歐洲議會呢 你還有聯合國呢 你最低限度 可以巡遊演說 是不是 都有些用 他在這裏 真是叫做社會嚴達 那麼多資產 那麼多包袱 哪有得走 明白的 甚麼都沒有 羅冠聰那些甚麼都沒有 即是他沒有機會成本 年輕人沒有機會成本 是啊 還有 這些事情 又要我走來走去 我都幾十歲了 可以用這個說法 接下來香港的政事 就留給年輕人 交給年輕人 所以其實第四段 就是這個中心思想 我讀完 日前 我和區議員 和有意參選 來屆執委會的黨友會面 即使他們知道我黨 將會失去立法會的議席 他們仍然意志不減 其實就算有立法會議席 都輪到不輪到你 你一定坐到最尾 你那些這麼年輕 有排坐 我想上位很難 但是 有意參與新一屆執委會的黨友 亦都繼續 在沒有立法會議席的公民黨 制定新工作大綱 即是在想公民黨的未來 努力尋找新方向 令我黨在亂世之中 繼續貢獻香港 即使面對打壓 公民黨區議員和其他黨員 仍然會不斷為香港工作 黨友亦都正籌組新一屆執委會 為這件事做準備 並將於不久後的周年黨員大會 還等 你馬上開 在周年黨員大會上 向各位黨友報告 只要香港 這叫黨內改革 現在是我們在救香港 是的 不要緊 他作為黨主席 可能真的跟黨員 是跟黨員說的 可能你的信不是跟我們說的 就是我們撿到 好像豬毀迪在垃圾桶裡撿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德哥你在哪裡撿到的 這張東西 我撿到的 還是你的選友傳給你的 哈哈哈哈 你在哪裡撿到的 是啊 我真的撿到 我就可以說自己真的撿到 你倒垃圾才撿到的 是啊 好 在這個周年黨員大會 跟黨友報告完之後 最後又說一些很 振奮人心的說話 只要香港人不放棄 公民黨也都不會放棄 香港人就等於公民黨 四位離開立法會的議員和各位黨友 繼續義無反顧 和堅守良知的香港人共同努力 在未知的崎嶇路上 哇 那些鄧麗君出來 路眾崎嶇 亦不怕受磨煉 我黨更加要處變不驚 希望可以和各位黨友 繼續互助互面 走到光明的目標 祝身體健康 梁家傑公民黨主席 2020年11月11日 即是昨天 昨天 漏了些東西 我答完了 我答完了 最最後還要漏了些東西 就是我要真普選 馬克雙作業 齊上齊落 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這樣喊幾句就完成了 大律師那些 這麼高貴身份 是不會像這些 這麼沒有組織 這個算是簡單的了 異名得來 又算是一般人都讀得懂了 可能在他們來說 不過我們讀完這篇文之後 應該都得罪不少聽眾 你知道我們都幾多聽眾 是公民黨的粉絲 但是我們是對視不對人的 我經常都是舉兩個例子 這個政黨有些議員提出 這個叫做雙情單情政議案 可以自己不記得開會的 這個已經露了底了 跟著那個叫做醫療條例草案 還是衛生條例草案 我都不太記得 幾年前的支持反對系列權 都投了 這些是living in truth 不是啊 周鵬經常說 我依稀記得 有一年我去公民黨的萬年 好像有七七七的 跟楊岳橋等等 就是大家幫忙 我們的黨有一定 不是 不是黨有 我依稀記得 我依稀記得 我記得在九龍灣 不知道誰 他真的去到 跟那麼多官員 通民黨是招聘了所有人 當然 民主黨一定有 但是公民黨現在被針對 你當時怎樣跟 七七七面帶笑容的蕩 等等 你真是知道 你真是 什麼 殺人不見血 少女藏刀 就是這樣 當年就是大家嘻嘻嘻嘻 反而再最後 大家預計 中共香港政府會怎樣做 他一定會 已經在搜集資料 就是那三百多個區議員當中 我正想說這個 就是DQ接下來的區議員 對 誰最激那個 誰說 現在一定看他政光的 所有的政光競選開幕 一定要給副本的選舉事務處 讓民政事務處 入內地 他們一定逐個查 看看下一波是哪些 很激的區議員的競選政光 說他們當然 肉家之罪 可惡 完全藐視過民主選舉制度 然後說他們 又是違反基本法 完全不擁護香港 特區行政政府等等 但是這個將會下一波 DQ區議員 看看他什麼時候出這一招 大家一直看著 我都只是想說這件事 即是接下來 即是那些 本土派陣營 較為親密的那些區議員 就真的小心看路 還有區議會的政府主席 都是黃色陣營 那麼 即是 打蛇當然是打過頭的 勤察就先勤王 他會不會先動這麼多的區議會主席 通常都是老屁股 即是很機關算盡 計算數 那些全部都是民主當公民黨的 那些新仔那些 本土那些是新仔 剛剛打進去的那些 我大埔區那些有很多 真是很本土的 那些很厲害 那些很厲害 他們甚至參加超級區議會 那些 就真是 如你所說 不過沒有 那些所有已經做了 是看你過去做的事情 過去寫的文章 有追溯力 那些 跟著呢 有一個叫做文字獄也好 獄家之罪也好 你看看他們動不動手 沒有的 今天他動過老師 說他講錯話 都可以DQ老師的教師資格 他有什麼做不出 是吧 最近那個就是那個 雅面戰爭 是呀 有些密集說 什麼中史西史有不同角度 去講雅面戰爭的情況 對 我一天說那麼多 說錯資料 有什麼出奇 我第二天澄清 糾正 就行 誰一定要保證我會說得 那些資料準 這樣也可以DQ老師 都離開了 那些資料 那些是一個教案 但教案究竟是 歷史永遠都是 在哪個角度去看 英方的角度去看 還是中方的角度去看 鴉片戰爭 現在那個教師有一個教案 小學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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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雅面戰爭 我真的 好像一小學二年級 我真的 一會兒再多看兩三次的新聞報道 才有些下個禮拜 大家講雅面戰爭 我也好 雅面戰爭 我也想講一下看法 交給你了 那接下來幾集反斗歷史 要碰 我們要碰 要碰國安法 那一把刀 沒有不關國安法 那一把就不關國安法 不用 反斗歷史後 說一下 風中三之後 說一下 歷史 全戰爭 周鵬就不是碰國安法的刀 周鵬 你是直接把刀放進頸裡 你的刀 也是 你根本不是碰 由第一集反斗歷史 我都已經死了很多次 我一定抱著周Sir和律師 好了 時間夠了 拜拜